类神经网络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什么是类神经网络 类神经网络是魔力人类的神经细胞结构 里面有相当大的节点或是神经元 它能够记忆参数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就好像会把训练的资料转换 在记忆到神经元里面 以作为识别的样本 所以类似的资料在一次出现的时候 它就可以连接到相似样本的神经元上面去 并以此来做分类的判断 现在把手机拿出来 我们少一下QR Code 这是一篇我写的叫做 据认知能力的理财机器人 知识处理器规划 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人脑的贴纸模型 就长得像这个图一样 看看这图上面里面所做的解释是什么 我们五分钟快速阅读一下 我们可以假设当眼睛和耳朵 接受到外界的讯号的时候 会经过神经网络 立刻将它们传送到所有的神经元上 应该会有一些比较底层的神经元来处理母音 指音和字母的 然后这些神经元 连接到更高层 负责认识字和句子的神经元上 人脑贴纸模型 神经元能够接受信号 而且必要的时候 还会再重新产生信号 观念上我们把这些脑神经元 对应到一般的小贴纸 我们把这个称为人脑贴纸模型 就像这个样子 一个一个贴纸贴在一起 然后一层一层的 样本 底层的贴纸保存着声音 片语和句子的样本 有子音母音 还有片语句子 然后一层一层往上 上层的贴纸会保存着公式 理论 程序和方法 所有的贴纸都能够平循运作着 当一个贴纸 侦测到有输入信号 跟它的内容相似的时候 它就会发送信号 给所有与它连接的贴纸 因此当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 会把它转换成文字 片语 然后变成句子 看到字母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把它们一个一个连接在一起 变成单字和句子 然后知道它的意思 这是一个认知的过程 神经元细胞 一个神经元细胞 输入到细胞体的 就像一棵树一样的 叫做树突 像一个树一样这边 然后从细胞体 输出一根长长细细的 到下一个细胞 这个叫轴突 最后呢 它要连到下个神经元 或者基细胞的接头 叫做突出 这些接头叫突出 速突 接受到所有的信号 进入细胞体 然后累积起来 一旦这些信号 累积量超过一个触发的水准 它就会送出一个输出信号 经过轴突给下一个细胞 它就是模拟人类的神经结构 所以内神经网络的神经元 可以接收输入信号 再将每一个输入信号 乘上一个权重 然后加种起来 再跟里面储存的偏移数相加 以后看看 有没有超过触发的水准 再输出 所以内神经网络 有很多层输入 输出 还有隐藏层 输入 input layer 在这里 input layer 输出 double layer 然后中间有很多层 隐藏层 叫做heathen layer 这每一个神经元 就叫做perception 内神经网络的神经元 叫做perception 感知源 它是Rosenblatt在1958年发表的 它可以接受很多个input x1到xn 有x1 x2 每一个input会乘以一个权重weighting 一个weight x1乘以w1 x2乘以w2 也是依序乘下去 之后再把它加种起来 然后经过一个bias 一个偏移数 再看看有没有超过触发的水准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触发 然后这种触发器呢 有几种方式 我们先介绍一下 一般所谓的线性函数是什么样 比如说y等于ax加b 就是一个function f of x 你给它一个x 然后经过一个算式 就得到一个y 所以这可能是一条直线 ax加b就是一个直线 这个直线的斜率 是由a来决定的 然后 这个加上个b 加上一个偏移数 就是它的结局 所以这是线性函数 然后检测信号 有没有超过触发水准的函数呢 就叫启动函数 在信号没有超过触发水准的时候呢 启动函数的输出值是0 后续连接网络未被激化启动 一旦输入超过了触发水准 启动函数的输出值就变成1 后续连接就会被激发启动 一般常用的触发信号 启动函数有几种 最简单的一个 就叫阶梯函数 叫step function 阶梯函数长这样 像一个梯子一样 在输入小于0的时候 输出是0 而输入大于0的时候呢 输出就变成1了 所以阶梯函数不是 不连续的变化 因为不连续不太好用 不能为分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比较复杂的 启动函数 像sigma 它就是 不像阶梯函数一样不连续 而是慢慢的变 慢慢的变 它的问题呢 是计算很慢 而且在输出值远离 出发点的时候 是最大值或最小值的时候 它的梯度都会趋近于0 也就是梯度会消失 就像这个在这边 那梯度就变0了 斜率变0了 就像我这边 所以要改善一下 我们就拿原来的线性函数 然后加上一个 一个整流器 regulator 所以叫reru 怎么整流呢 就把负的去掉了 一种函数 reru 它在输入小于0的时候 它的输出就等于0 当输入大于0的时候 输出就等于输入 所以这是常用的启动函数 它不会造成梯度消失 还有 一种函数叫做10h 它是跟sigma很像 只是说它变化是在 负1到正1之间变化 然后 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神经元 就是单独一个 一个 叫感知器 或者叫神经元 当每一个的输出 前一层的输出 都会连到每一个 下一层的输入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 完全连接 fully connected 好 以上就是 简单的介绍 类神经网路的架构